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美军还有加拿大 到台海当然他们是所谓的自由航行 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权利 可是大陆方面的态度不一样了 越来越强硬 这个从政治上的态度已经先反映出来了 你美国的防长一天到晚 要跟中国大陆的防长见面 聚不见面 电话也不接 那就是事态是蛮严重的 那你既然觉得严重要求会面 那这边又不停地派这个军舰到台湾海峡 来穿梭过去 你知道吧 台湾海峡 我们在台湾的老百姓 还认为是一个公海 一个中线 在大陆的认为这是他的领海 因为他宣布台湾是他的 所以他认为是内海 经济海域 经济海域现在变成他认为是内海 那你还要一二再再二三的来 那他就要给你的颜色看看 那这个各位不要看 还有150码 137公尺 海上是很危险的 我们开汽车可以脚踩刹车 紧急刹车 船没有办法 船把螺旋桨停下来 要一点时间 然后倒转也要时间 船还是往前开的 所以船跟船一碰撞了 那损害度就很大 所以这个问题 当然美国会马上反映 你这个是不安全的行为 那中国大陆说你没事来干嘛 对啊 对不对 那以前 你看飞机不是前一阵子也发生过 像憋车一样从你面前过吗 以前的侦察机只能看 二战时候侦察机还拿望眼镜看 是 远远地这样看 对 现在的侦察机 它等于把你全身摸透透 它叫抵近侦察 它抵近还不错 那是距离 但是它的侦察能力很恐怖 你的演习的指挥链 作战的程序 你的密码 你的武器系统的参数 这个你后勤补级的节拍 跟你接收战的位置 你是战术上怎么变化的 它全部看透透 是的 就好像说 以前你到人家家后门 看人家窗子 看小女孩洗澡行吗 这种行为 中国大陆越来越不能容忍了 你要讲自由航行 那中国大陆船 又跑到夏威夷去航 有人跑到洛杉矶门口去航 对不对 所以这种行为 美国是一边去挑衅人家 被挑衅 被人家反制的时候 又来告人家 这就是说在制造事端 引起注意 就跟那个受虐的老婆 一裤二二三上吊一样 你又怎么样 对不对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 那你问你上面 对不对 因为美国国家的军队也好 飞机也好 他做这种动作 绝对是上面有支持的 他不会说下面的这个 飞行员舰长个人去来秀一下 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第七舰队司令 下的令 然后让他这样子航行 以前你说你自由航行 太平洋那么大 你哪里不能航啊 你非要跑到这个海峡 海峡不宽 对不对 那你的武器系统都在 你要自由航行 军舰有真正的规矩 炮衣不能脱 这个舰上面 面的活动要减少 你的那个 甚至要打灯号 告诉他 我无害通过 或者用无线电告诉对方 我无害通过 你这个都不做 你直接传到我家客厅来 坐到我家花园里面来 我们看美国人的习惯 就很简单 你到人家花园里面 那屋主人拿了枪就出来 That's my property 然后就 你不走他就要开枪 一样的道理嘛 所以这个行为 越是两国军 紧张的时候 越要自己节制 对 你这个东西 谁先动手 谁干什么 已经没有什么好追究的了 这个帅将军讲 说双方都要克制 可是问题是 中国大陆觉得 是你美国在挑衅 因为美国认为 是中国在挑衅 你看就这样子互咬了吗 好 那凤云姐 那如果这样子的情况 除了有海上的这个空中的 都这样子一再发生了的话 那中美之间的冲突 恐怕只会加剧 那这是不是可能真的 要擦枪走火 那现在看到美国呢 你说 看到中国大陆解放军 怎么好像比以前更硬了 都不让了 毫不客气了 所以现在呢 美国是不是自己 会更加的紧张 因为呢 美国国会里面 联邦众议院的 情报委会主席就说 看到中国令人 难以置信的侵略行为 因为他都说了 难以置信嘛 所以你拜登政府 要赶快硬起来啊 绝对不能够 接受这样的行径 然后说中国 就是一个敌人 那现在到底 是不是真的 美国的态度 也会变得更硬呢 我怀疑 那当然我先讲一下 就是说 你看他们的那个认知 它叫做侵略行为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 这是在哪里 对呀 这个地方跟美国的领土 领空领海 有任何的关系吗 没有 那或者是说 跟任何一个国家的 领空领海 那么有任何的关系吗 它是接近 你要知道 它其实是 就是以台湾海峡来讲 它无论如何 你怎么算 它都是在中国大陆的 经济200公里的 这个经济海域当中之内 所以你要说这种 叫做侵略行为 其实坦白说 不晓得谁侵略谁 可是我们现在倒过来讲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 这个时间点 其实是蛮微妙的 你知道其实 钟云号 他呢 这个就美国军舰呢 穿越台湾海峡 过去 他们最高纪录就是 一个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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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18年 19年的时候 都是如此 一个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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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呢 降到12个月 9次 其实已经是 4年来最低了 那这一次呢 是今年以来 第三次通过 其实并不是 每个月一次 现在已经 打破了那个循环 而且你知道 今年以来 其实第一次是医院 那第二次呢 就是蔡英文 然后跟他们的 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见面 见面了之后 中国大陆 举行了环岛军演 然后当时就说 那你美国 为什么都没有 任何的行动 所以他就 一艘军舰通过 所以等于是 因应中国大陆的 环岛军演 他表演一次通过 给你看 那请问一下 这一次 你认为 他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我认为 他也是一次表演 因为就是要针对 香格里达会谈 那香格里达会谈 本身并不是 特别的重要 但是有那么多的 尤其是东南亚 各国的国防部长 或者是军方的 相关人士 几乎都聚集在这边 那么双方 其实都在 拉拢盟友当中 不管是中国大陆 或者是美国 都是如此 你现在回头去看 奥斯汀 他的诉求是什么 他的诉求是说 因为中国大陆的 军事实力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他对其他国家 是有威胁性的 所以你们大家都 要跟我在一起 这样才能够 抵抗中国大陆 那这是一种诉求 那这种诉求 如果说 你没有任何的 一些举动的话 那大家会觉得说 中国大陆 从1979年到现在 没打过仗 他没有打过一场仗 是这个安理会当中 42年来 唯一一个 没有对外打过仗的国家 唯一一个 美国 英国 法国 还有俄罗斯都有 尤其是美国 然后他那个侵略行为 是更多的 最明显的当然就是 阿富汗跟伊拉克 对不对 那么可是呢 对于东南亚国家 这能不能成立 所以他需要一场表演 所以我其实高度怀疑 这是一场表演 一个秀 那秀给那些盟国看 是 那这个表演当中 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精髓 就是他知道他做什么 中国大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因为并不是 所有的美国军舰 在穿越的过程当中 他都有这样子的一个 横切阻挡的一个行为 横切阻挡拦截的行为 不是 也不是所有的侦察机 他到了中国大陆的附近的时候 不管是南海 或者是这个东南海域 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么他们的战机 都会起来拦截驱离 不是 不是每一次都如此 他必然是有一些作用 因为现在的所有的侦察也好 或者是 你海上通过 这个帅将军就最熟了 他很多其实是属于 电子侦察的一个范围 我在侦察你 你也知道我在侦察你 那外面的人是看不到的 是 那所以我觉得 他现在给我们的都是 30秒40秒的这种画面 这种画面的前面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其实不知道 可是他对他去宣传 中国威胁论这件事情 是有帮助的 所以中国大陆 美国内部其实就这样的反应 可是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说 他诉求的是另外一个 就是美国才是这个地方的麻烦制造者 所以他的重心点是放在 有某大国要让亚太北约化 这是李尚福他在香格里拉演讲的时候 特别强调了这一句话 所以他告诉大家说 如果这个地方变成了北约 那其实就是有一个敌对的对抗行为 随时都可能会像乌克兰战争这样打起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观察的是 所以东南亚国家接受哪一个论述 就是他的威胁 他的不安全到底源自于哪里 不过我这边一个题外话 因为今天我看到金融时报 有一篇最新的报道 他就提到说 因为现在不是说北约要在日本设办公室吗 就是北约到亚太来 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马克宏反对 那这件事情就凸显出来说 当美国要把这个地方创造成为 威胁中心的时候 紧张中心的时候 很多国家是不同意的 很多国家是不认同的 而且他之所以要把这个地方制造为 威胁跟这个紧张中心 你要注意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并不见得是要跟中国大陆打一仗 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撤退 他要从第一岛链往后撤 那这样第一岛链由谁来负责呢 由周边所有的国家 所以我一定要让周边国家感觉到威胁 他们才愿意投入 然后我美国才可以优雅的往后撤退 这就是我刚刚提到说 军舰穿越次数有增加吗 其实你仔细去算 次数反而是减少的 所以我不是觉得说 美国真的要去把那一个 他希望制造威胁感 而画面越丰富越好 就是好莱坞化 可是他实际的动作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你会发现他希望 日本你多做一点 韩国你多做一点 台湾你多做一点 美国有他的用意 所以我们要看清楚 这个大的格局 那所以每一个国家要很坚定的 把自己的路给走对了 走好了 那我觉得其他国家接受度就会很高 我觉得现在东南亚 只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 他越是接受中国大陆的 实力已经全方位的崛起 他就越接受中国大陆 现在的所有的这些对外诉求 尤其是全球安全倡议 那越是没有办法接受中国大陆 现在的实力崛起的国家 他就会越感觉到威胁 我觉得日本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而对于接受中国大陆 已经适时崛起这件事情 新加坡印尼是其中的代表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 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 节目 全都在里面 依次满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